今天的新闻焦点包括 多伦多世界水资源大会及展览 双岳作家协会主席阿旺在迪儿表示 去年双岳只出版了300本书 主要是因为缺乏资金 以及大部分的作家都对出版知识匮乏 等多种的因素造成 他在元首府拜访了 杀元首敦本区完整奈地博士及杀元首后 都搬法兽之后补充 元首非常重视文学出版领域 并希望随着基金会的成立 这个资金能够获得更有效的管理 以便为少岳月的文学和文化领域做出贡献 不会遗落在发展的后头 少岳月科技大学 也就是UTS Laila Type学院木交分校 已成为马来西亚唯一配备 包括船舶管理模拟技术在内的 海洋工程先进设施的校园 商业总理的德巴丁基大学阿邦纪哈瑞表示 Laila Type学院打算和土耳其 在海事行业应用技术的教育机构 来进行合作 因为跨国的合作有助于提高 沙科技大学的教育质量和技术进步 此外还包括和土耳其大学联手合作 也鼓励学生到海外来继续攻读研究所 由于joanın challenged 而是 hosted教育ische boxing 从海域探究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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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 他们在剧中开.. 从事与失识委员开始 在海陸的科技上 它召唤了沙科技大学 莱拉泰普学院 目教分校之后就表示说 这个计划 扩大了芯片技术的使用 特别是 遥感技术当中 非常关键的芯片组件 那他的团队呢 将和当地的半导体行业 来进行协商 为学生们来提供相关高级课程的培训 与其中的地培训 因为如果想知道是有水或是否有水 你必须知道地培训 地培训 地培训 可以取得到的地培训 用的工具不允训 或工具不允训 为了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和弹性的发展目标 目前少月更注重在参与式设计当中 总理阿邦哲瑞表示说 参与式设计在制定2030年后疫情发展策略 及其他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发展当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他也说这种做法是为了确保 包括当地社区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 参与到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 并实施来开发项目 而是帮助地区的参与说 我们加入手术争达成为了新的合作 开发新的专门和区民众家和公民的。 这些技术有能力 能够正确认识 能够正确认识 但也有危险 我们努力承认 他昨天在沙克西大学 举行的第18届 国际参与式设计 PDC2024晚宴的时候 就强调说 在疫情爆发之后 邵劳月政府也制定了 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 为重点的发展策略 并和参与政策实施的 各方来密切沟通 对于此 邵劳月也尽力在 不破坏环境和传承文化的 情况之下 实现平衡的发展 当然 技术的技术 现在人们在谈谈的AI 也论了解决定的解决定 所以这种解决会更重要的解决定 AI是有机器的解决定 没有人的触碰 在此,有必要有一个融合和融合 在技术和人物的融合 这是非常厉害和很难的 活动上,阿邦纪哈瑞也为两年一度的国际参与式设计 巧妙整合者奖来进行颁奖 印度的班加罗尔和马来西亚少老岳 乌鲁、巴南、弄拉、麦都都获得了这个殊荣 随后他见证了悉尼科技大学和澳洲的查尔斯达尔文大学 加拿大的阿尔伯塔大学、英国诺定汉大学 以及纳米比亚科技大学 共同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 这一届的活动主题定调为 伸出元首超越参与的连接 是一项享有胜誉的国际会议 讨论了产品设计、服务和社会技术系统的解决方案 那活动也成功的汇集来自丹麦、芬兰、德国、印度等24个国家的代表 前来共享盛举 从明年开始的爱芬马来西亚少老岳大学实习生计划 首批就计划招募实名的本地学生 在少老岳教育创新和才能发展部 爱芬银行集团和莎大所合力推行的这项计划 也为实习生们来提供金融领域的实习经验 莎教育创新和才能发展部长 纳豆斯里、罗伦沙加就说 这次的合作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一大步 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也会给予他们的经验 我们必须说他们会工作在业务 在这方面,业务是业务资产 和我刚才说的,70%会是业务资产 它是业务资产 三个30%会业务资产 会业务资产 他昨天在沙大礼堂 见证沙教育创新和才能发展部 爱芬银行集团和沙大之间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 在信用发布会上就补充说明 这个实习计划除了是为实习生们 来提供实战的机会 也让他们可以有机会感受到 和业界人士一起工作的经验 爱芬银行有限公司集团的首席 人资部总管 沙教育创新和才能发展部 常务秘书及沙大校长代表 也共同签署了这一份谅解备忘录 那另一方面为了填补教师职位空缺的 2024年少岳月特聘教师计划 至今已经接获了大约 一万五千名的申请表格 那少岳月教育创新和才能发展部长 罗伦沙家就说 这个计划主要是为了填补 1134个老师的职位空缺 而申请的反应相当热烈 那竞争也相当的激烈 所以他们在谈议中的方式 因为我们的一些好处是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要选择 当然我们感谢的是特殊的国防学协议和教会 教育的教育 特殊的感谢给我们的感谢 莫哈的感谢 莫哈的感谢 我们已经有以前的感谢 但我相信只有一年 他星期一在沙拉大见证了沙教育创新和才能发展部 艾文银行集团和沙拉大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也补充 应聘者都来自哪个地方也是考量点之一 那根据记录呢这项沙特病教师计划是从8月1号到23号开放给民众来进行申请 为期三个礼拜以解决沙拉大学教师短缺的问题 换个焦点 沙拉大学公用事业级通讯部长Dado Sri Julahi Narawi率领沙拉大学代表团 前去参加多伦多会展中心举行的国际水协会IWA2024年世界水大会及展览 沙公用事业级通讯部发出的文告显示 沙代表团参加2024年世界水大会及展览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深入了解水务领域的最佳实践 创新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最新进展 那此外呢他们也和业界人士来进行互动 在有关水资源的未来发展上促进新的合作 世界水大会及展览呢是两年一次的全球盛会 也吸引这个领域的几千名领先的专业人士 技术创造者和利益相关者 以及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各方来参与其中 这项活动作为探索水资源管理领域的 前沿科学技术创新和最佳实践平台 同时也提供交流和新的商业机会 以及为与会者参展商和赞助商们提供更大的曝光平台 那这个2064年世界水大会及展览呢 是以塑造水的未来为主题 涵盖水务管理 被水处理和修复 饮用水和资源利用 城市规划和运营 社区交流与合作 以及资源管理和大规模的水资源管理 在这期间呢 沙代表团也计划和多伦多市政府部门的水务公司来进行会面 多伦多水务公司是今年大会的白金赞助商 朱拉希也和国际水协会主席 汤姆伦科夫 以及国际水协会执行董事 卡拉威拉瓦姆迪教授来进行交流 那出席这场活动也反映 上月对促进合作和利用全球专业知识 来实现上月水务部门转型的一个承诺 今天新闻最后带你一起来欣赏 像昨天在1512月科技大学UTS举行的第18届 两年一度的国际参与式设计大会 及晚宴仪式的精彩画面 感谢你的收看 欢迎浏览UKAS所有的社群媒体平台 同时也请你关注UKAS的官方网站 和订阅UKAS的YouTube频道 就可以掌握更多的即时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UKA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